2024年7月25号又到了咱们依法爱国的时间 今天我还是先做了标题 拜登退选 川普受伤 乌克兰外长明确表示支持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 这个世界是不是和我们之前理解的不一样了 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但是呢 事实就是如此 首先说一下拜登退选 川普受伤 这个是最近几天 简体中文区非常开心的一个事 为啥这么说 因为拜登宣布退选之后 川普在自己的平台上 真相平台连续发了十几条贴文 就是隔空喊话 你他妈出来呀 我不想和一个老婊子竞选 你这玩意儿 当然后边这句话是老王翻译的 为啥川普会有一种暴怒 或者叫陷入癫狂 你这个老王就特别理解 当年我上初中左右的时候 最流行的一个运动就是打桌球 台湾叫桌球啊 或者中国叫台球 那么打桌球 那个时候老王水平不好啊 怎么办啊 立于不败之地 并不是水平的问题 我从来都是 让我打桌球 可以啊 你们俩一起上 你俩水平都好 那你俩一起上 为啥这么聊啊 我要是输了呢 你看两个水平比我好的 一起组团 那我输了不丢人啊 是吧 这很正常 万一我要是赢了呢 为啥你们俩组团都没打过我 是不是立于不败之地啊 之前跟徐晓东 不叫吵架 叫什么 他骂了我两个多月 我给他仨月时间 骂吧 我他妈不欢嘴 徐晓东怎么玩的 不就是当婊子立牌方吗 牵条狗出来 自己不好意思 嗯 不能那么干 然后牵条狗 在这给我造谣 啊 说我什么 割韭菜 啊 说我呃 带任务 说我交投名状 明白什么意思吗 我最后最生气的一件事 就是有话 你你徐晓东自己说呀 你不能牵条狗出来呀 或者一群傻逼 跑我这留言 你你回应一下 我可以跟人说话 但我不能跟狗对话 明白川普为什么暴怒吗 我的对手是拜登啊 你不能弄弄个婊子出来呀 老王说贺锦丽是个婊子 并不是我个人的一个评价呀 大家去看一下贺锦丽的一个从政 成名 成功经验 那我估计 等贺锦丽退休 应该会写一本回忆录 我的成功之路 或者叫我的成功经验 那就把大腿劈开呗 跟区长岁 岁完之后就认识了镇长 然后就不跟区长岁了 跟镇长岁 跟镇长岁完又认识了县长 然后那就跟县长岁呗 跟县长岁完又认识了市长 那就跟市长岁呗 跟市长岁完了之后 又认识了州长 那就跟州长岁 那就跟议员岁 那就跟国会里边的 反正是越岁 档次越高 级别越高 所以 我都猜到了贺锦丽同志 她的成功之路 一个主线市场 拔腿劈开 一个女人的成功 这话说完 我告诉你 我能得罪两帮人 女权 我全得罪了 非裔 或者叫少数裔 我也全得罪了 但是事实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前几天 录了一期节目 提了一嘴 川普的另一个罪名 除了通俄门之外 还有一个通乌门 但是通乌门 调查到最后 为啥黑不提 白不提 什么纽约时报 华盛顿时报 就报道了 川普 以一个国家总统的身份 给乌克兰打电话 逼乌克兰 交出国家机密 但是 聊到最后 什么是国家机密啊 乌克兰为啥不交啊 死活都不交啊 或者川普到底在要什么机密啊 不惜以一个国家总统的身份 给乌克兰施压呀 要的不就是拜登儿子 在乌克兰 某家能源公司任职的相关的工资条吗 你到底分了多少钱啊 你要不要说一说呀 嗯 知道 最近这段时间 从川普提名万斯 为副总统 竞选人 之后 简体中文区 对万斯的 构陷 抹黑 扣帽子 那简直是 刷新了我的 认知的 最大的一个帽子是啥呀 万斯 坚决反对支持乌克兰 嗯 一听这话 我靠我的火都往脑袋上上 为啥 你老王的观众 我相信 百分之百 绝对是支持乌克兰反侵略的 老王在这个中间也聊过好多次 不能在现在 遭受侵略的时候 去聊乌克兰官员腐败呀 乌克兰政府如何 这是另外一件事 他不是被侵略 或者活该被侵略的一个借口 和理由 但是 川普的通屋门 大家去搜一下百度百科 不是百度百科 那个维基百科上还有呢 为啥到最后调查不下去了 嗯 美国的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 那是大篇幅的批评川普啊 你不能这么干啊 但是通屋门的 前半段呢 奥巴马 那可是亲自给乌克兰打电话 不能再查了 把现任想要调查这个事的啊 调查那家能源公司问题的检察官免之 拜登 拜登 亲自发照会 外交照会 敦促乌克兰 把这个检察官免之 嗯 为啥呀 我儿子在那家公司呢 这也是老王说 所谓的制裁 哎 昨天我录节目还在说啊 拜登所谓的制裁 被很多的中国人 而且是觉得中国政府该倒台 啊 共产党该完蛋 这一部分的啊 经常引以为同道的中国人 很开心的一个事 拜登对中国政府的制裁 那是最严重的 拜登才是真想 啊 亡党亡国的 川普呢 都是嘴炮 嗯 那 真正的呢 2013年 拜登访华 是带着儿子来的 亨特拜登 2013年陪老爹访华之后 干了一个什么事呢 在中国的上海 有一家公司 叫渤海华美 大家去通过天眼查 起查查等等这些软件 都能查到这家公司 创始人之一 就是拜登儿子啊 所以嘞 拜登制裁中国 对 不制裁 他儿子 难有生意啊 不制裁 芯片 怎么涨价啊 不制裁 怎么把一个 常规的商品 变成稀缺商品 或者只能通过某些渠道 进入中国的商品呢 咱们还是聊钱吧 聊利益吧 聊生意吧 聊理想 那全是嘴上说的 那么万思 以及很多的议员 为什么反对 反对原污啊 为什么原污法案 搁置了小半年啊 没人聊吧 大家去搜索 所有的主流媒体 那就是美国优先 就不想拿美国的钱 给到乌克兰 要不要仔细看一下 人家的发言啊 万思说的很清楚啊 这种钱到最后都会流入到某些人的 特别是某些美国人的账户里 老王也聊过 拜登的这种支持乌克兰的方式 以及欧盟北约 支持乌克兰的方式方法 两年多了 赤裸裸的现实啊 战争遥遥无期啊 是不是这种方式和方法不对呢 咱们要不要换一种方式和方法呢 不换 继续给钱 给武器 打吧 打到什么时候啊 要不要引用中国官方媒体的一句论调啊 打到乌克兰就剩一个人 然后战争还没结束 或者打到普京全面侵占乌克兰 全面占领乌克兰 才算一战 乌克兰 明天罢反攻咯 后天罢反攻咯 美国宣布支持乌克兰 乌克兰战争的拐点来 两年多了 为啥老王都很少聊乌克兰战争 这拐点啊 这反攻啊 他妈一个月八次 我还聊 我还信 所以呢 拜登儿子是乌克兰 最大的能源公司的董事长 创始人 你说国会议员对此颇有微词 你拜登想给乌克兰钱 这笔钱会有一部分流入到你 拜登儿子或者拜登家族 以及奥巴马家族的账户里 我不同意 设身处地的去想 我要是美国议员 我他妈也不同意 因为我知道啊 你儿子还在那家能源局 或者那个能源公司里分钱呢 是吧 你这跳着脚的支持乌克兰 我也支持 支持乌克兰反战 支持乌克兰反侵略 我有我的方法 他不是给钱 老王这么说 大家是不是就理解了一点啊 包括拜登 对华最严制裁令 真正的反党反反反反 反中国反独裁的 那那就是拜登 我儿子 如果我 我儿子在中国上海 开了一家 专门做跨境投资并购的企业 我也喊 必须制裁中国 为啥呀 前面说了 那还要不制裁中国 能够获得高科技产品 美国芯片的这个渠道 那我儿子公司 干啥呀 中国所有的公司都拥有 随便到美国采购高科技芯片的能力 那你说我儿子的公司 那你说我儿子的公司不就得跟人家公平竞争吗 但是我把某一部分的高科技芯片列入禁运名单 你说中国会选择哪一家公司 或者中国会有哪一家公司 有能力获得这一部分芯片呢 所以嘞 老王今天这期节目 政治是不是超级不正确 但是呢 每一句话 每一个案例 都是有据可查的 我不太说是我查到了 我得告诉你们应该怎么查 2019年 川普不是拜登宣布参选的时候 川普还以此 隔空喊话 老白同志 把你儿子在中国上海开公司的事 聊聊呗 拜登到今天也没回应啊 所以嘞 婊子是真当啊 白左啊 口号喊得越响 婊子当得越真 那 事到如今 老王也说了 从川普遇刺开始 我就严重关注美国本届大选 不然的话 我真的不看了 包括今天标题里 为什么要提一下 乌克兰外长访华 昨天节目就说了 乌克兰外长访华 这他娘的不是好事 访华之后的一个结果呢 中国所有的官方媒体 都严重强调这事 为啥 王毅当面问啊 你对中国的台湾问题怎么看啊 如果 这一个 人 换成布林肯 甚至换成美国的耶伦小老太太 他可能都会 说出另外一番话 特别是布林肯 所以布林肯和耶伦访华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议题啊 我相信中间也会问了 你对中国的台湾问题怎么看啊 人家说出来的话 就不符合中国官方媒体的需求 所以就不报了呗 但是乌克兰外长 就说了 乌方 支持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坚决支持一个中国 这话说完 你知道 你看前边说了 拜登退选 最受伤的肯定是川普 咱俩打擂台啊 咱们竞选啊 咱们对标啊 你不能千条婊子上来啊 你这是太侮辱人了 乌克兰外长这句话 喊完之后 最受伤的是谁啊 台湾啊 赖清德呀 因为赖清德520上台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给乌克兰捐款啊 宣布全力支持乌克兰啊 然后呢 乌克兰外长说了 哎呀 支持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地 所以你说这句话最受伤的 是不是赖清德 是不是台湾 啊 今天我也没看台湾的媒体 到底怎样评价这个事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以后再要支持乌克兰的时候 那就得心里重新打打鼓了 重新琢磨琢磨了 更何况 老王一直强调的 所谓的制裁 所谓的禁运 所谓的口号 这一部分 我越来越觉得 declared 特别是支持乌克兰 支持了两年多了之后 到如今 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反思啊 所谓的国际制裁 所谓的国际支持 这种方式和方法 是没有办法停止战争的 也没有办法终结战争 再甚至 存阴谋论 你就是在放任普京的侵略呀 是不是这样 你琢磨琢磨 你仔细琢磨琢磨 越琢磨 就是这味 然后 川普说了 24小时 结束俄乌战争 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个方法 不停战 不退兵 老子就下场了 美国就下场了 那你 普京能挺得住吗 甚至呢 不仅仅是停战 退兵 而是 我要支持乌克兰 打到莫斯科 嗯 那你不停战 其实 你往前倒 昨天我看了一个 余茂春 同志 嗯 这个大家都熟了吧 著名的叛国罪 获得者 余茂春 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 川普 是特别 是特别了解流氓的 因为川普本身就是一流氓 我老说他是个老流氓 那么了解流氓的人是真知道如何跟流氓打交道 这也是老王比较奉行的一个原则 如今这个世界上独裁者太多了流氓太多了流氓大行其道 你说换上一个常规的政客 把儿子放在流氓国家 独裁国家 跟独裁政府做生意 然后嘴上 一句好话都不说 另外一个人呢 正好是川普这种人呀 嘴里 普京好牛逼呀 金三好牛逼呀 那个谁也好牛逼 他们太牛逼了 然后 私下里 让伊万卡来做生意 让自己儿女来做生意 没有吧 诶 存鲜明的两种性格 一方面 嘴上说 跟独裁政体势不量力 儿子去做生意 另一方面呢 诶 独裁政府真好 哎呀 这些独裁者真牛逼 然后呢 该干啥干啥呀 余茂村 举的几个案例 也是老王举过的呀 IS 牛逼 杀的一个不剩 川普下的令 就是赶尽杀绝 媒体 被 多少人诟病啊 太狠了 你不能这样 是吧 你怎么能赶尽杀绝呢 那么这一次 巴以冲突的时候 刚开战 或者 哈马斯 公然的 入境 屠杀 以色列的 普通老百姓 那一刻 老王的立场 就极其鲜明啊 希望以色列呀 不要手软 不要 不要听 国际媒体的绑架 必须把哈马斯 赶紧杀绝 除此之外 没有办法 或者 你要是丧失了 这一次的机会 哈马斯 就是你以色列 未来五十年 乃至一百年的噩梦 没完没了 那川普的做法 好不好啊 最起码 要不是 去年 IS宣布 对俄罗斯境内的 一起恐怖袭击 负责 咱都把这个组织 给忘了 啥都不干 是吧 特别是把巴格达迪 给全家都给宰了 闷死在地道里 放了一条狗 记得吧 美国还把那条狗 命名为英雄 嗯 就是钻进地道里 找到了巴格达迪的 那条狗嘛 那么 对 塔利班呢 撤军之前 没人聊这事是吧 美国还有一个 小型核弹 威力堪比核弹的 非核武器 叫炸弹之母 宣布撤军之前 现在大家都诟病 那拜登撤军 撤得那么草率 并不是拜登的原因 这个决议 是川普做的呀 你不能怪拜登啊 对呀 撤军之前 川普还干了一事啊 投放了迄今为止 人类历史上 非核武器里 威力最大的一个炸弹 叫炸弹之母 直接把塔利班的一个基地 里面所有的人 具体多少人 不知道啊 因为 这玩意儿扔下去之后 那村草不生啊 一个火口都没有啊 扔完了炸弹之后 再跟塔利班的领导人聊聊 同意不同意啊 我的要求你不同意 那我再来一颗呗 这就是川普的玩法啊 叙利亚 51颗战斧导弹 我就诈你啊 伊朗呢 上一次伊朗死人 死的是谁呀 特别是被美国宰了的 伊朗的高级官员是谁呀 苏莱曼尼同志啊 伊朗最大的恐怖 武装恐怖分子 团伙 那不就是伊朗的人民军啊 那就相当于中国的城管 中国的人民解放军 我们发展武器 不针对任何外国 这话说的就是没毛病 你对外战争 打个印度都打不了 哎 边境有点冲突 你看那个战斗力是吧 但是打起中国老百姓来 战无不少 啊 那么这一种军队 所谓的党卫军的 领导人 唯一一个死亡的 唯一一次被美国给干死的 不就是苏莱曼尼同志吗 所以之前老王也 想当然的 我要先立牌坊 我得想当然啊 我得阴谋论啊 川普说的24小时之内结束战争 他的方式是什么 那不就是这个 所以 昨天看余茂村的那期访谈 余茂村的想法 或者论点 啊 就是佐证川普 这老流氓 会怎么干 和老王的想法一样 所以 哎 也许 我应该跟大家在最后说一句 这一场的美国大选 老婊子的 胜出的概率 真的会比川普大 嗯 川普刚遇刺 我会有一个直觉的想法 哎 完了 拜登一退选 完了 特别是 他把贺锦丽 拎出来 那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往往不会以我们的一个需求为导向 就像想当年2012年之前 摆在中共中央宗主部桌子上最后的两个人选 其中之一 就是薄熙来 所以 老王会说 摆在你桌子上 或者叫摆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的 就剩两个选择 要么 选一个昏君 大家看见了 昏君上台什么样啊 威大复君上台呢 那是一个暴君 那是一个暴君 所以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呢 我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我们的历史也已经注定了 如果只剩两个选择的话 你是希望一个昏君上台呢 还是希望一个暴君上台呢 如果暴君上台 2018年就已经完成伟大复兴了 中国人民又吃大锅饭了 又开始花粮票了 所以 就这么做